那完成之後呢我要怎麼樣把它再放到那個SS裡面或者是SQL Server Express裡面呢 我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當然前提是你要必須要先把那個 學生通訊錄的結構做出來 也就是說你你第二種方式是你要怎麼樣呢在這裡先建立好一個資料表 匯錄的話他會自己幫你匯錄進來可是如果說呢 你在這個地方的話呢就必須你必須要建立 先建立一個什麼建立一個所謂的這個資料表 建立一個資料表 建立一個資料表之後的話呢他會問你說呢你的相關的這個資料表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再設計檢視一下 那名稱的話呢比如說叫學生通訊錄 2號 按確定 就是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之後那你會發現他進來之後呢 也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有幾個欄位 欄位的形態 是哪一種那你就分別要 類似像 剛剛匯錄的時候這個地方一樣 就是分別 把它輸入什麼的輸入這些然後就是欄位的名稱 也就是說這些部分呢你是你自己要手動做的那稍微不方便一些些 等到你全部做完之後 接下來再把資料放過來 那欄位名稱制定好之後我的習慣這樣反正你就全部把它打下來你就先算有幾欄 打完之後呢你再來看資料形態要給什麼 一般的話呢資料形態 資料類型呢 大概就會用 基本的幾種 我不太會用太複雜的 比如說呢 數字一定 數字嘛 因為各位如果是 數字部分呢 那你就用數字 數字裡面又包含有沒有小數點 你再去做區分 另外呢就是日期時間 像生日部分就是日期時間 那再來就是文字 不過文字部分呢會有個缺點就是他最大的長度為255 255 也就是如果你的字 會字串的長度會超過255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文字要哪一個呢 要用備忘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SS裡面的一個基本的資料類型的一個制定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很清楚 那這個觀念上面 跟SQL Server 跟Oracle 跟MySQL 其實都大同小異 他們都有共通的這種欄位的一個定義 可是也有一些比較 比較沒有一致的 比如說像偶類物件 在其他的 資料庫裡面可能就沒有的話 那你在對應上面就會對不到 那就會容易產生問題 所以像一些比較特別的像什麼超連結 什麼附件計算 你會不會有一個大問題的 你會不會有一個大問題的 谢谢大家